大家好 我是AV啦 現在換上去有點不想要拆下來的 今天拍這支影片呢 跟平常會不太一樣 大家也知道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就嘗試在室內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就不像平常會到處趴趴走 那我想大家都是一樣 因為待在家裡 所以就會去逛逛網購啊 在網路上買東西回家 就是盡量不要出門比較好嘛 那今天呢我就挑選了一樣我買的東西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它是一支手錶 因為前陣子我的手錶在車上從我的手上噴飛 那那支手錶也被我摔壞了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支新的 那我買的手錶呢 就是來自Nord Green他們家出的精品萬錶 然後它是從丹麥機過來的 所以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買的系列呢就是他們的Native 專門幫女士設計的系列的手錶 天哪 漂亮吧 那這支手錶呢它是屬於Skandinavian的設計 設計師是Yakub Wagner 從下單到他寄到家裡 他只花了三天不到的時間就到了 全部手錶呢是全球都免運 它真的是來自丹麥哥本哈根直送的 所以感覺很不一樣開心 我對這種金色手錶真的是有點無法抗拒 大家看到我剛剛被噴飛的那支也是全金的手錶 我人生第一支金色手錶是八年前 然後買到現在我還是從一如中的 還是很喜歡 跟平常我習慣用的那支手錶不太一樣 它感覺用料就是比較好 這個錶盤呢 我是選三個尺寸裡面最小的 因為我的手屬於比較細的人 這個藍色是北歐的藍色 哇好漂亮 我選擇這個錶可 它是香檳金色 當然它也會有玫瑰金 女生很愛玫瑰金 但是我不喜歡 有淺銀 深銀 這個叫太剛的材質 因為我想說它送錶帶嘛 那我就選一個我自己也很喜歡的材質 就是皮革 真皮 就很漂亮 然後再搭配一個金色的扣環 可以依照不同的場合 穿不同的衣服就可以換掉這個錶帶 它的後面這裡有一個小的開關 只要把它搬過去另外一邊 它就會很簡單拆下來 扣進去 換上這個藍色真皮的錶帶之後 整個感覺又不一樣 戴在對的人身上什麼都好看 好看吧 我買這支手錶的其中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回饋社會 它的品牌就是標榜 只要你購買的每一支手錶的收益 它都會支持一項關於健康教育 環境領域的社會項目 像是你可以向印度兒童提供兩個月的教育 或是給第三國家的居民 兩個月的乾淨的水 讓買手錶這件事情變得更加有意義 如果你也想買這支手錶 或是想要送給家人或是朋友的話 在我的影片下方有折扣嗎 除了台灣以外 全世界都適用 都會得到八折的優惠喔 你們可能以後看到我很多支影片裡面 都會帶著這支手錶 跟我一起出去趴趴照 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拍這種開箱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以後我也會試試看多拍這種類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